国家主席胡锦涛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主持仪式 欢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·卡斯特罗·鲁斯访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、国务委员戴炳博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肇桌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同劳尔主席来访的由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、外交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 老尔主席适应胡锦涛主席的邀请于四号底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老尔任主席后首次访罚